太野气了 太好了 是啊 终于完了 从今以后 我们杨家 会留在乾云镇 你们可以放心 我们杨家 不会让大家缴纳罪过 好 还会在镇上 开办学堂 医馆 希望 我们能够很好的相处 好 共同建设家园 好 太好了 真是个大神 明白 我希望将镇名改一下 以后就叫 新生镇如何 新生镇 寓意重获新生 好 我们就叫新生镇了 好 新生镇 新生镇 太好了 谢谢 少爷 属下去解决吧 不用 本少爷想活动一下经过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这下 你们要倒霉了 看来钱家和山贼还真有估计 才两个眼灵静 这群山贼还真是估计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情况不如乐观 除了不在城内的 几乎都死光了 估计城内损失更为严重 糟了 糟了 王尺 孙儿 臣上 臣上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王家 爹娘 姬爱 臣上 好 谢谢你能够来救我 从今往后 我王尺 将真心跟随你 起来吧 以前的事情一笔勾小 以后 你我就是朋友了 好 玉心 玉心 你怎么如此恨心离爷爷而去啊 玉心 不对 他还没有死 只是生命契机收敛 进入了假死状态 赵炎鹏 赵炎鹏 看到自己的孙儿死 可觉如何 是你以下的毒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令你究竟有什么沉重大汗 哼 你这样的小人我根本不知道我在 但你杀了我唯一的弟子 我便要你生不如死 十年前 你是那个小毒王的师父 连我腊手毒王的弟子都敢杀 就算是天王老 也保不了你 我 腊手毒王 你是那个独入了几座城池 修炼毒公的腊手毒王 赵炎鹏 今天该是你还债的日后 我会让整个满谷城的人 都被你陪葬 我和你拼了 少爷 家主让你去议事大厅一趟 好像是城主府的人来了 城主府的人 来做什么 那家者你看着 陈少来了 爹 赵孩儿前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承儿 杨家的两位老祖去哪儿了 这 两位老祖的 两位老祖不见了 我把他们 发配到杨府老宅中了 他们受益杨青海 以下犯上 其罪可诛 况且这么些年 他们除了耗费府内资源 有对杨府做出什么贡献吗 我 更可恶的是 他们不但不反省 还想趁乱谋得家主之位 所作所为 不惩处 难以服众 陈少所为 也是我等共同支持的结果 望大长老和家主三思 是 或许你是对的 在家族大事上应该果决 很多时候 我的确是太过优柔寡断了 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爷爷 请你相信我 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杨府好 只有青出那些害群之马 杨府才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 娘 你不要抵抗 我想试试看 可不可以将你的道魂修复 好 娘都听你的 你真厉害 倒是 你真厉害 盗魂居然是天洁装品啊 什么 你是说 天洁装品 都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月儿 我是太高兴了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盗魂 只要你拥有盗魂 能够修炼 我们夫妻俩 就能够携手修炼 永远厮守 我也很高兴 这下我们一家人 可以一起修炼了 承儿 我的脑中 莫名浮现出了一些东西 似乎是修炼功法和法诀 只是我无法说出来 看来应该是下了禁止 娘 你的来历真的不简单 不过这功法秘书 肯定不寻常 可以好好修炼 作为酝氧龙器的地方 同时也能用来储存 更多的生命之机 有至于你在突破至凝血镜时 变得更加强大 那师尊 第二丹田该怎么开啊 后开辟第二丹田 非同小可 需要旁过的精元气才行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机遇 就只能够靠自身慢慢继续 这个过程 无疑将会是十分缓慢的 那岂不是说 我想要突破到你个血镜 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好 我就来试试看 还差一点儿 尽了 尽了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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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 你 你 你 уз 你 你 你 总算是成功了 不然这回亏大了 虽然秀为没有提升 但是开辟了第二单天 今后修炼一定会失半功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